角色厨是指对某些作品中的角色拥有高度热情和喜爱的人 而每位玩家在游戏中往往都有自己喜爱的角色 因此许多游戏会为角色设计出各种精面的造型以满足角色厨的期待 但如果你喜欢的角色始终等不到高级皮肤的排期 反而是其他角色等牛上架稀有的皮肤 面对这样的安排你还会第一款游戏充满热情吗?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第五人格是网易旗下Joker Studio开发的非对称经济游戏 玩家可以扮演求生者并透过或解密码机来逃离庄园 或者成为监管者来阻止求生者逃脱 这款上线6年的游戏如今角色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开发团队也为这些角色收集了大量精美的时装 不过最近他们却因为时装的问题而引发了不少争议 接下来玩家机密将女玩家们分享第五人格的争议故事 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在这影片开始之前呢,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哟 哈吉尾巴秀 第五人格至上线至今已经有超过70位角色了 每位角色都带着独特的技能和扣人心弦的背景故事 这也使得每个角色都有喜欢他们的玩家 甚至有不少玩家愿意课金购买高级皮肤来增添游戏体验 因此开发团队为角色设计的皮肤也成为了玩家关注的焦点 2024年9月,官方发布了即将推出的用冰心皮肤和特效展示 但其中挂件的特效却被玩家批评做得有些随便 而且皮肤和挂件的礼包优惠由原本的6.8折 改选8折也引来了不少玩家的谩骂 然而这风波还未平息 玩家们的批评又转向了另一款皮肤 在2024年10月6日,官方发布了昆虫学者的万圣洁精皮 精皮也就是游戏中排名第二的高级皮肤 因为第一是只有那些能花费大约500美元的课金大佬 才能碰到的虚妄皮肤 这款皮肤无论在外观还是精致度上都被受好评 甚至吸引不少玩家打算课金购买 可在大多陆服玩家看来 昆虫学者却因为频繁后的高级皮肤 而被细称为排气皇太后和内部爱的称号 事实上昆虫学者在各段位排位中的使用力并不高 因而玩家们普遍认为 昆虫学者之所以人气较低 是因为使用的玩家少 导致催生皮肤需求的玩家也相对较少 但这样因为使用力偏低的角色 却相对轻松地获得了多款高级皮肤 让不少玩家怀疑 这种情况的不合常理 有玩家甚至批评官方 想捧陆服宁服奖中到死的角色 所以也引起了部分冷门角色处的强灭不满 像是比昆虫学者更早上线的律师 目前只有一款限定筋皮 冒险家甚至一件限定筋皮也没有 而比昆虫学者玩几个月上线的博士 也就是有常驻筋皮和联动紫皮 玩家们的不满 已经连生到针对昆虫学者的玩家和角色本身 以此来搞得对其他角色的不公平待遇 有些玩家将昆虫学者的这款筋皮 和以往的限定筋皮进行对比 批评工作室没有公平分配资源和设计 更有玩家认为 目前的希望皮肤质量甚至不如昆虫学者的筋皮 还有玩家认为 工作室富于昆虫学者皮肤的世界观 过于高贵优雅和其他角色的设计思路 形成鲜明对比 其他角色的皮肤设计大多带有廉价风格 而昆虫学者的设计却显得格外不同 面对这些批评声让 昆虫学者除只能无奈请求其他玩家 不要骂角色本身 应该批评工作室和网易的策划与排期 也有部分激进的昆虫学者除 以较为强硬的言论回击批评者 还有玩家在游戏内公平表示 会在扮演监管者时 针对购买昆虫学者新皮肤的玩家 有趣的是 陆服第一昆虫学者玩家 却毫无畏惧地表示 求针对 玩家的昆虫学者 不仅陷漏了皮肤排期问题的综艺 还让玩家对内部皮套 产生了种种揣测 关于皮套的讨论众说纷纭 但基本都牵扯到第五人格的总制作人 和他当时身为市场营运的妻子 有玩家在从几年前的帖子中发现 这款皮肤的公布日期 价好和他们的结婚日期一致 而且婚礼的主题风格也是万圣节 主色系还包括和昆虫学者皮肤 相同的紫蓝色 让人不经联想到 两者之间的巧妙关联 新皮肤的手持物和婚礼上的钟表相似 也成为玩家质疑的焦点之一 此外 第五人格2024年的万圣节海报中 角色约瑟夫给他的动作 必认为像是在求婚 而约瑟夫的新皮肤 名为琥珀 这一词 也曾出现在他们婚礼的贺词中 万圣节活动中获得的头像框 也被命名为甜蜜之夜 还有玩家提到 主线剧情设定中昆虫学者是一名寡妇 但玩家质疑他的三件筋皮设计 过于类似婚纱设计 玩家还将制作人妻子的照片 和昆虫学者的脸膜进行对比 虽然一些玩家认为 某些部位对有相似 但大部分玩家都认为 这一观点有些牵强 至于面对皮套顿的说法 部分相信的玩家认为 官方的举动令人恶心 甚至嘲讽自己为冰婚 也有另一部分玩家不相信这种推测 并指出昆虫学者的筋皮中 仅有一件是婚纱风格 其他则只是类似婚礼风格的礼服 同时他们也指出 昆虫学者的寡妇设定 和婚礼主题之间存在冲突 不免让人感到困惑 而有的玩家反串调侃 手机里有一款可以玩别人老婆的游戏 你有这样的游戏吗 还有一部分玩家则保持中立 反而支持这场综艺能促使官方提供补偿 此外有玩家强调 并非只有第五人格面临这样的情况 他质疑官方删求婚礼帖子 是否隐藏着某些内幕 并认为这样的行为可能和内部人是有关 相较于一部服玩家对皮套论的不满 大部分国际服玩家则认为这一说法 只需物有也不在乎 甚至有一些玩家觉得这种说法 既浪漫又可爱 学习皮套论的说法愈演愈烈 官方不久后就发布了道歉声明 强调玩家所提及的皮套和内部爱等问题并不存在 他们还表示将加强内部流传的监督 以优化角色时装的排期 不过这一道歉 不但未能平息玩家的怒火 反而引发了更多的批评 甚至有玩家不经吐槽 怎么突然活了不忠实了 大多数玩家纷纷指责官方 长期以来地之前的种种问题视而不见 这些问题包括皮肤优化 价格 角色强度等都被玩家意义及及 因此陆服玩家在官方影片的弹幕上 刷满了批评以表示不满 甚至开始呼吁大家 停止对第五人格的课金行为 因为这起事件 有玩家还发现 2022年第五人格比赛的动画中 不小心将中国的英文词打错 而这个错字经过玩家搜寻后发现 竟然是二战时期日本的一种坦克 从这起争议中其实可以看出 玩家们对第五人格中角色和背景故事的深厚喜爱 因此他们特别关注自己喜爱的角色 所受到的代孕 每位角色厨都非常在意自己喜欢的角色细节 像是在2023年11月官方发布的 油拆金皮三世图中 部分油拆厨看到后不满吐槽 油油是个可爱的小男孩 不是带着老花静持绳的老奶奶 另一部分油拆厨 则对他身边的不同品种的小狗表示不满 因为在故事设定中 他们认为原本的小狗是油拆的好朋友 所以是不可替换的 但也有一部分玩家认为 每一款皮肤都有不同的世界观 因此他们认为优化角色皮肤会更好 官方后来也向油拆厨道歉 定重新设计了小狗的造型 尽管正满足的部分油拆厨 但还是有玩家批评官方 无视力误化角色本身的造型 而原本被移除的小狗建模 在之后也以随机的形式重新登场 其实这并不是第五人格 第一次因角色皮肤中意而向玩家道歉 在2024年4月 第五人格每年都会举办 演艺之心评选 让玩家为自己喜爱的角色投票 以获得一件紫皮 而曾经代演艺之心中获胜的角色 将进入宁服奖的评选 获得最高票的角色 则会获得一件金皮 如果陆服和国际服的投票结果不一致 玩家将能获得额外的角色金皮 不过由于只能从众多角色中 选择最多两位获得胜利 于是不同角色处开始展开了不同的拉票方式 在2024年的宁服奖投票中 一开始原定的票数最多 但随着部分玩家在宣传PV中 认为其中的角色 杰克的皮肤设计非常出色 加上杰克玩家也愿意牺牲排位 让求生者获胜来拉票 这种不损人又利己的行为 吸引了不少玩家的支持 结果杰克从原本的第三名一举升至第一名 不过这也让陆服的玩家开始担心 评选结束后是否应该在排位中金融杰克 因为他们担心会遇到一些英佛系 而掉阶的高段位杰克玩家 在国际服中 玩家们则在勘探员和守阅人这两位角色之间 展开极大的投票中斗 可在投票环节的最后几天 刚刚提到的约瑟夫 原本在国际服排名第九 却突然跃升至前五名 甚至最后到了第二名 因为当时部分约瑟夫处 发现在陆服已经无法超越杰克的票数 因此印尼喜欢约瑟夫的实况主 召集一部分约瑟夫处 透过访客登陆的方式 前往国际服投票 当时一些约瑟夫处 也提出一些引起玩家不满的发言 像是他们说到的 剑指咒素师 但喜欢咒素师的玩家感到不满 虽然一些约瑟夫处 对剑指这一词做出了回应 但他们的行为仍让其他玩家感到失望 而国际服玩家 对于从陆服过来投票的玩家 感到不公和愤怒 甚至批评角色本身 和针对拥有中文ID的玩家 面对国际服玩家的不满 不愤怒服玩家 也对一些约瑟夫处的行为感到羞耻 认为他们让自己的民凶在国外受损 至于理智的约瑟夫处 也对其他人的举动感到失望 因为他们让许多玩家 开始对这个角色产生不好的印象 纷纷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而讨厌约瑟夫这个角色 甚至选择不对参与对约瑟夫的投票 而转向支持勘探员 当时大多玩家反对不公平的结果 因此一些陆服玩家也转向国际服 帮忙扔在地名的勘探员投票 而国际服中已经被约瑟夫超越的部分角色处 已开始为勘探员投票 最终在国际服中 勘探员赢得了此次领服奖的胜利 而带领部分玩家 请往国际服投票的约瑟夫实况组 事后也突出解释 必须玩家和约瑟夫处道歉 其实在这一切发生的过程中 官方对活动中出现的问题 发布了道歉文 并搞示未来将优化投票规则 和设定更多门槛 深山来迟的回应 让一些认为他们会装实的玩家嘲讽 原来你能看见啊 由于官方只说明会对未来进行优化 因此部分玩家不满 他们没有打算解决这次的问题 还有玩家提出 希望剩下的投票时间 官方可以不让任何访客状况进行投票 同时也希望可以新出所有游客票 在最近的前瞻直播中 第五人格的策划 再次针对时装排期的问题进行纯精 并表示未来将更加认真对待这样的问题 和再想审核 以避美以发争议 此时 他们也对傭兵的挂肩特效进行了优化 经验的特效也得到了大多玩家的认可 之前提到没有获得限定精疲的冒险家 也动于迎来了他的第一件限定时装 只有联动紫皮的博士 则获得了他的第二件紫皮 对于冷门爵士的新时装设计 许多玩家都给予了赞赏 另外即将推出的女神艺文路5 联动新皮肤 更是能让玩家免费获得 虽然有玩家讽刺 这可能是因为昆虫学者皮肤综艺的压力 所欺食的免费发放行动 但这一举动 确实让大部分玩家都对这个奖励感到满意 其实以上的争议 不仅反映了玩家对角色的热爱 更显示出他们对公平性的强烈期待 特别是当其他角色的高级皮肤 排期不如昆虫学者时 这种对比 让玩家感到失望和愤怒 况且开发团队因为注意到 对皮套的批评过于激烈 才选择道歉的举动 让玩家们认为之前提及的问题和意见被忽视 进而引发不满 随着游戏角色的增加 如何投赏处理角色处的需求 和玩家的情感将去未来开发团队 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 只能希望第五人格能够聆听玩家的声音 并在未来的公信中 更公平地对待每个角色 让所有角色处都能感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 不知道玩家们对第五人格所引发的争议 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 现在只需一元加入我们的Patreon 每个月都有游戏相关的giveaway哟 这里是玩家经历 我们下部影片见